一個大大的擁抱 不要哭了好不好 上次哭是什麼時候 我也是拿到那個身份證 上節目聊到走心啦 實境節目花甲少年去旅行 Hit群群和如雲陳為民 玩起真心話大冒險 我覺得要做這件事情很難 因為我前兩個月幾乎都在哭 為什麼 因為我爸三月才過世 妳剛剛說有... 對不起 對 所以 這是不是可以抵一百個 真心話大冒險 所以我決定 不講真心話 我決定大冒險 我的大冒險就是抱你 好不好,給你一個擁抱 對,有可能會被打 對,真的很大 一個大大的擁抱 不要哭了好不好 好 好,我先暫時當妳的 就是在旅辦中很重要的資助 好嗎 我昨天就有顧及到妳 對 她的哭了 妳哭好醜 而且她的哭會破贏 對 誰叫你問那個問題 我們可以講別的 譬如說... 或是什麼時候 妳有沒有 換外型 我要讓我講 讓我拿 你有沒有跟小鮮肉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問姐姐 可能都是玩色的就對了 色的 因為她不想要玩哭的 對,她不想要玩難過的 而且妳有沒有自己買一些比較 有 性感的內衣 有 我本來以為妳要問別人 我說妳要買玩具 我要買玩具在家裡玩 很多人送我那個玩具 什麼玩具你覺得最得心應手 你看妳有沒有回答 如果你回答妳就要進行大冒險 大冒險就是站出去門口 然後對著外面大眼說 我何如雲好想愛愛啊 這回事 真心話還是大冒險 其實我大的冒險 真心話 你知道現在很多做的像口紅 學生攜帶啊 然後呢 這樣萬一被媽媽發現 被小孩發現 她會以為 媽媽這是妳的口紅 她不知道那是什麼 所以小朋友來的時候 你可以騙她說 媽媽在擦口紅 擦口紅 對 我的案沒有辦法 那整整的樣子 很煩耶